我家两颗青梅 我们在美兴社的YouTube可能也拍过吧 我记得拍过 这一颗的品种叫什么 台湾普里胭脂梅 台湾普里 普里是哪一县 台中县 台中县普里胭脂梅 它有些会有点红色 有些会有点红色 这里比较红的 那是这样 你们真的 如果我好好种梅子 如果我能把这个能拿到农户市场卖 有量的话 拿农户市场卖的话 就人家那个卖八块钱一半 这个要卖到十块钱 人家都会抢着买 因为这个 我忘记带 这个马后炮对不起 忘记带淬棉给大家吃了 我家里冰箱两三瓶 这么大粒做脆梅 吃起来蛮爽快 蛮爽口 我家花嫂跟我 我不会做 我家花嫂也没那个时间做 我们都请我们园艺群组一位 达安娜 长辈84岁 她每年替我做 用我家这个大粒的做 跟小粒做 吃起来真的不一样 大粒肉厚 肉多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今天会花 每个人花一粒给大家 这个是三个礼拜前 花嫂在我家的埔里 胭脂梅那棵树上 她花了大概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把楼梯爬上爬下 收成了 可能十磅左右 就直接送给 送到 那个罗兰海 那个达安娜 她也姓罗 罗太太 请她替我们做 结果三个礼拜后 每天还有漏网之鱼 就像你们手上 每天掉好几个 这些我全部地上 我没有时间去爬树 但去看 而且叶子很多 绿绿的还看不到 它熟了就会掉 掉下来 那我就刚开始 掉下来像这个 像这个几乎还可以做脆梅 还可以做梅子酒 但是冰箱放了三天 放了三天四天以后 就开始变 就黄了 裂了 有时掉地上 也会裂掉 就没有用 就没有用 那我今天为什么 拿给大家一包呢 就是说 果树指南还没有讲 还没有讲 青梅可以用种子种 但是我们园艺的朋友 他五六年前 就用种子自己种 一年后送了一棵给我 这么高 大概是三尺多而已 上面就结了两三粒了 一年就结两三粒 没有嫁接 没有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品种不错 你们没有事就试试 还回去 把它切切把肉弄掉 也许 洗一下 让它风干 Overnight 或者一两天以后 虽然现在不是春天 但是你现在就可以 把它种盆 你把它种盆 你试试看 运气好 几个月后发苗 如果今年有长大 明年你搞不好 就有机会看到 几粒的梅子 好品种的梅子 值得这样试得种 而且 反正这个 我家里面大概还留了十几个 都已经脏脏乱乱的 我就没有拿 这些都全部从冰箱拿出来 看起来有点是 当然是不是要给你吃 但是你回去整理这套 看起来不会太难看 但是可以试试看 希望明年有人 种成功跟我讲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种不成功 你明年长大 一样可以嫁接 今天有几位朋友 昨天今天到我家 还剪了很多字条 要去嫁接都可以 我家这支条随时可以来 那当然 这种天气要嫁接成功率比较低 但是还是可以试试看 有问题 那个梅子的那个壳很厚 对梅子好 梅子的壳 壳很厚 是这样 其实梅子 我想大家家里有种梅子 或者是种梅子 梅子尤其梅子 或者Sin Africa Sins 这些种子 你总是会有 掉到土里面 总是会看到长出苗 意思就是说 你不动它 它还是有办法长出来 那有些人会比较认真 想办法把它 弄个小洞还怎么样 你可以去研究 我并没有那一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呢 我家里面我所有十几棵 我就找一个盆子 我花点工夫把肉清掉 让它风干 我十几二十棵 全部种到一个大盆子里面 要一直给它浇水 保持浇水 总是会有几棵长出来 所以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它的这种桃子生命力很强 那这是梅子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我一个表哥 住在Upland 他家一棵 真的 我上个月有讲过 跟台 台湾那个叫什么 水蜜桃 那个什么山 武林农场 武林农场的水蜜桃 特别好吃 那个 真正水蜜桃 不是美国这种 白桃 很多人以为白桃是水蜜桃 对 白桃吃起来比黄桃 好吃 甜 多汁 但是跟台湾所谓的又粉红色又漂亮的水蜜桃 还差了一级 我表爽那个就是那种水蜜桃 如果 有机会的话 七月或八月 我如果去他家有能收到一些的话 带来分享给同学吃 绝对没有骗你 重点就是 他的那棵水蜜桃 就是用种子种 完全没有嫁接 完全没有嫁接 桃子可以 桃子可以 但是 有人 书上 在讲梅子树 他并没有讲错用种 他讲种子种 可以要嫁接 这是 common sense 桃子也是 common sense要嫁接 但是不嫁接 桃子也会结 那会 结得够够多 我个人还没有那样经验 但是 我表嫂那棵 就是长得 特别好 而且我上次有提到 他有办法让水蜜桃 可以分享给亲戚朋友吃 教会的朋友吃 就是他的水蜜桃 甚至他的芭乐 他家的地有一个一棵 他种的每棵都很远 第一个 成功的地方就是不种很蜜 第二个成功的地方是 他所有这些 他果树不像我 我家叫白果园 真的以前种了一百棵 疯了一样 他家只种二十棵果树 但是每一棵都搭蚊帐 真的大蚊帐 四方的 就四只铁角 然后生长季节 就用那种沙网全部包 从下面包到上面 再包到下面 下面全部用石头压的 就是松鼠 从下面都钻不进去 所以他家的水蜜桃 不会 他家有松鼠 松鼠吃不到他家的芭乐 吃不到他家水蜜桃 所以他是这样 很认真的照顾 所以水蜜桃 一点连果蚓来丁的伤痕都没有 那当然我表哥表嫂 两位身体不好 从来也不出门了 也不能去游轮旅行 来美国三十年 没回过台湾 他们一个有直肠癌 又过三十年 但就不出门了 表嫂心脏支架 做了两次三次 也不出门 但是果树种的特别好 对 种种特别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顺便提起就是说 桃子 青梅 杏子 还有扁桃 攀桃 李子 这都是叫做 蔷薇科的果树 都可以用种子种 那当然有些还是嫁接 有些还可以 上个月再讲 三合一 四合一 苹果树吗 很多高手的老师们 在伊斯贝尔 一位老师 他家是二十四种的 枪维科的 李子就好几种 我今天在家里 我家一个叫做红肉李 红肉李是从台湾人 讲阿玛利 国语叫做红肉李 其实英文 这个日本话叫做 萨竹马 因为萨竹马 这个品种的李子 吃起来就跟我在台湾 吃的红肉李一样 外绿带点红 里面红色 脆的 吃起来好棒 甜 但又不会太甜 那另外一种叫 Santa Rosa 就是熟起来是 黑皮 里面红肉 但是吃起来很juicy 很juicy 我家花草 就不喜欢吃红肉李 不喜欢吃那个Santa Rosa 他就砍掉砍掉 他不喜欢 我喜欢吃红肉李 对 其实有的朋友跟我讲 红肉李 红肉李有个缺点 一手就烂掉 一手就掉地上就破掉 所以你要快手赶快捡起来 你再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就有点像我们的冰淇淋果一样 最近有人到我家 看到我家冰淇淋果 我说要砍掉砍掉 还没有砍掉 已经上了 结了好几百厘 在上面 说好吧 再给它撑一年 收成后再砍 冰淇淋果就是 快成熟 变成浅绿色 赶快放冰箱 两个钟头就好 冷藏 Santa Rosa是冷藏 你吃起来 那个多汁 Santa Rosa我不敢说像冰淇淋一样 李子还有黄李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李子 桃子有黄桃白桃 什么美国的桃子树的品种很多 这些都可以架接在同一棵树上 所以伊斯伯尔那位老师家 他一棵树上有二十几个侧枝 每个侧枝不同的品种 说真的 你种一棵 我家以前那棵 我家以前有一棵红肉李 Satsuma 十二十五尺高 一年生五六百粒 吃不完嘛 李子是吃两粒都差不多的 大部分掉鸡肠都烂掉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说我有一棵桃李树 这边是红肉李 这边是青梅 这边是扁桃 什么桃 什么水蜜桃 全部接在一棵 一棵树吃各种各样 那很棒 那当然这是这种理想不容易 因为桃子还有竞争 还有一点技术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 这是薔薇科的果树 青梅 我先从青梅讲起 讲到这些桃李类 你都可以嫁接 桃李嫁接最好最好 是每年的一月底 就是它的心仰还没长出来 桃李很奇怪 我想大部分是先开花 比叶子得早出来 所以你要在开花前就嫁接 有些果树像枇杷 你整年嫁接都可以 柑橘类整年 柑橘类黄农壁 我们不建议多嫁接 怕传染黄农壁 但是柑橘类技术 整年都可以嫁接 刚刚讲的枇杷 整年都可以嫁接 那当然枇杷要开花 九月十月 你最好在春天之前就嫁接 你到九月开始花苞就出来 所以说 柑橘科 青梅 可以嫁接 可以用种子栋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然后就是说 同样的柑橘科的 可以彼此嫁接 那我们在群组里面 昨天看到我们的杰西卡 分享了一个 杰西卡好厉害 把其他人分享 怎么做脆梅 做梅子酒 还有各种不同的 做脆梅的方法 他都summarize 在一个简细里面 有四五种 我都把它存档了 我想再过一两年 也许我哪天自己来做脆梅 因为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要自己做 我不喜欢吃的东西 像今天朋友在问我说 你家怎么都不种火龙果 我说 我十五年前就开始在 在我家的电视机 前面做二三十个人 在教大家怎么种火龙果 因为我自己去 UC1学种火龙果 但是后来 就是不喜欢火龙果的口感 又觉得太甜 从小没吃过 我没那么喜欢 所以现在就是 也许种一颗两颗 让花嫂高高兴兴就好了 我根本不种火龙果了 火龙果也很容易种 不是那么难种 但是我就要种 我们喜欢吃 其实青梅对我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到现在 还不会做青梅 也不会做梅子酒 对我来讲 OK 人家免费送我 我喝两口 我不会特别 我不太喝这种烈酒的 梅子酒都是要用Voca 用那个 蒋老师 你可以先这边做 要东西 要几个 来 我们也做 他自己 我们的铁也去帮忙 好 好 那 对 你去帮忙 去帮忙就对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梅子 喜欢的人可以种 不见得一定要种 没必要种 但是 我觉得能种到 这么漂亮的大栗的 你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你给人家花出苗 就种 你不种 拿到我家 小苗我也给你买下来 我来 很多人想要买梅子树 去苗圃买梅子树还不容易 那顺便提 我家另外一棵梅子树 今天早上看地上还有十几粒 就是差不多 只有这一半大的梅子 它叫 日本梅 那几年前我在课堂有分享过 Hondipo买的 它的 label 我们中文叫做乌梅 英文也叫乌梅 U-M 乌梅 Aprica 名字是Aprica 就是 Aprica就是我们的中文叫性子树 所以它的英文把它用Aprica这个字来代表这颗日本的乌梅Aprica 所以它的 label就这样写 那当然我家这个胭脂 普里胭脂梅是一个朋友家用高压下来 我从这么小科种到现在大科 每年都要修修修 长得很旺 长得很旺 重点 种梅子 如果明里你家里有种梅子 记得就是该收成要收成 尤其要做脆梅 脆梅大概七成熟就要 七分熟就要摘下来 那那个 做梅子酒听说八分熟 那我个人七分八分还不见得好分 开始有点黄色就是有点要快过熟了 所以这个时间要掌握得好 所以对梅子我想大概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还有可以试的叉枝 那个薔薇科的植物要插枝 可以 我家有一颗恐龙蛋 恐龙蛋 也跟大家介绍过恐龙蛋 恐龙蛋是这个华人超市命名 我不知道谁把他命名恐龙蛋 因为它的像李子 红红黄黄 但是你去网络查 真的 这个英文叫做 恐龙蛋就是 李子跟Aprica的分种 李子叫Plum Aprica叫做 Aprica 就是最后两个字是OT 艘 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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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